2021年8月4日 全世界確診數目正如昨天所聊 突破了2億大關 現在是2億022萬6千多 比上一天多了61萬多 死亡方面多了5千7百多人 去到425萬8千多 美國重新破每天新增1萬個確診的紀錄 這已經是短期內最高紀錄 增加了1萬4千多個新增確診 使到現在的總確診數目是3604萬多 而死亡也增加了500多人 去到現在死亡超過了63萬人 印度增加了4萬2千多個 死亡也增加了500多人 大家看到美國那邊 比起印度的確診數目高出一倍又多 接著到伊朗 它有3萬9千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方面有300多個 印度尼西亞也有3390個確診 死亡方面增加了1千6百人 巴西增加了3萬2千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也增加了1千2人 法國增加了2萬6千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57人 土耳其增加了2萬4千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120多人 俄羅斯也增加了2萬2千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比起土耳其多很多 增加了780多人 英國增加了2萬1千多個新增確診 2萬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上去就變成130多人 西班牙增加了超過2萬個確診 死亡也有130多人 泰國增加了1萬8千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100多人 馬來西亞增加了1萬7千多個確診 死亡多了將近200人 阿根廷增加了1萬4千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200多人 阿根廷增加了1萬4千8百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400人 伊拉克多了1萬1千多個確診 死亡多了63人 到目前為止 有15個國家的新增確診數目是過萬的 接下來有巴西增加了9千6百多人 南非增加了8千9百多人 南非死亡增加了500多人 摩洛哥增加了超過8千7百人 越南增加了8千4百多人 死亡多了300多人 越南現在死亡突然上升 最後日本增加了超過8千個 死亡多了7個人等等 血由4千5百多人 〈水增加了1千5百多人